我是民旧根哥 很多酒友 老酒友 特别是资深老酒友 对酱酒很痴迷的酒友 喜欢以前传统的酱香 号称老酱香 以前老茅台以前的味道 什么十年以前的味道 传统的老茅台的味道 有一股浓郁的酱香味 但是里面也有一点 所谓的一种杂味 现在有人叫盐柴味 有人叫打屁虫味 等等等等 但是现在的酒干净了 叫柔和性酱香 健康酱香 但是现在的酒干净了之后 他们又以前的酒香了 以前的酒时间长了之后 那个酒老酒迷香 越长越香 现在要找以前那种味道的酒 真不多了 不好找 第一老酒成本高 都用来调味了 调酒了 要想喝到以前的酒 传统的那要不你买老酒 那就很贵了 什么酱酒都好 都好一点 都是两三千一瓶 再往上一点 什么什么茅台的十五年 成年等等等等 都是以前的酒 它现在有一款酒 要想喝到真正的老酒 传统的老酒味道 浓郁的老酱风格 这款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陈一烧坊这款酒 陈一烧坊这个酒 既然号称是什么茅台传承人 它这款酒 它就是以前传统的老酱风格 很浓郁的味道 很多现在年轻一点的人 喝不惯这个味道 因为太厚了 老酒为什么香 之前我视频里面讲过 秋式里面的有机成分含量高 脂润成分酸的成分高 高之后 它这个酒喝起来香 香但是对身体的压力更大 它就容易醉容易晕 所以喜欢喝老酒的朋友 这款酒 这款酒的平均酒的年份 最少是十几年 它是要醒 喝这种酒的时候 最少醒上半个小时 不要着急 要想快一点的话 我们之前有个方法 就在碗里面倒一倒倒一倒 倒个十分钟八分钟的 实际上就是把它倒在 红酒的玻璃分酒器里面 醒上半个小时 它就入口全活全厚 放香优雅 而且是腼腆细蜜 就这种花果香啊 什么蜜香啊 它就出来了 很舒服 喝这种酒就不能急 不能说今天我们一上桌子 来瓶子一领开 去喝这个酒 所以说喝成意烧放的 这个姜香啤酒这款酒啊 你再真正的要把它 达到这个有水平的 不着急的 老酒友老朋友 小杯慢酌 不能心急 不能说端一个杯子 扣一口干 那就肯定会喝得很难受 老酒要慢慢品 慢慢品